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先跟大家说说 在韩国清华台又发行了政令的请愿 那内容大概就是 请以国民参与审判的形式进行16个月领养儿童杀人事件 那这个内容大概就是说 韩国国民的意识审言是世界最高的水平 尽管如此,韩国的司法不缺 意识于巨大的民主化时代潮流被盗而驰 如果国民作为陪审员直接参与此次事件的量刑 我认为对根除面儿童的后续法案 及司法制度体系的改善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最重要的是 韩国的这个法律 有关国民参与刑审判法律简称国民参与审判法 任何人都有根据该法律规定的接受 国民参与审判的权利 韩国国民根据该法律规定 有参与国民参与审判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的规定 所以如果大家不嫌麻烦的话 我会再说明欄附上链接 希望大家可以到清华台投上你的审慎的遗票 为正能应援 您的품审判的创卸 李琛 李琛 李琦 李琛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